拜登称美军将保台是老糊涂还是故意讲说话 这可能不仅仅是口误而是在玩套路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田少 近日拜登在访问日本时公开表态 若中国犯台美国将以军事介入 很多人以为拜登是要改变对台政策 引爆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 但是美国白宫发言人紧急进行了澄清 证明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 可能是不放心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再次确认美军举承诺协助台湾加强自卫能力 美国现在是老人政治 拜登又被特朗普称为磕碎桥 拜登这次表面上看又是口误 但是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 就会发现这并非拜登第一次直白的表示要武力保台 也不是白宫第一个为拜登插屁股 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实际上拜登此举可不是老胡 这已经是第三次这么讲了 反而证明他这是在故意说错话 那么母亲来了 在俄国战争持续的背景下 拜登为何要在台湾问题上继续玩火呢 第一由拜登唱白脸 拱一拱火 再由白宫官员进行澄清 拔火压一压 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对台战略模糊 所谓的战略模糊 就是让中国大陆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出兵台海 也让台湾地区当局搞不清楚 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是 有义务协助台湾自卫 但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不会直接进行武力干涉 所以拜登的玩法就是自己故意说错话 然后呢让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去澄清 就是让这个战略模糊政策持续下去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美国的战略模糊不只是单纯的模糊 单纯的模糊只是我不告诉你我是否会介入 而战略模糊的最主要目的是 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 或者说呢 拜登在给中国大陆强化美国介入的决心 第二次举是给台独分子打气 去年10月的一份民调显示 台湾岛内相信美军会介入的民众 大约占65% 由于美国没敢直接下场干涉乌克兰战事 台湾内部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减 三月份的同样民调结果降为34.5% 美国要想继续打台湾牌就得提升台湾地区对美军武力干涉的信心 也要给台湾地区当局一定的支持 第三通过这样的手法来讹诈中国大陆 争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 美国打台湾牌在当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讹诈 避免中国在美国关注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发起挑战 第四 企图通过这样的方法在国际社会上发起一场新的认知战 如果我们看完拜登有关台湾问题的全部答复 就可以发现美国正以日本密切配合 在国际社会发起一场认知战 必谈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提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 更不提美国对台军售 只强调大陆可能采用武力统一的问题 中国大陆比美国更关心台海和平 但是必须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 美国现在的玩法就是破坏一个中国的内涵 利用国际舆论让中国放弃武力统一的可能性 从而实现其让中国长期分裂的目标 那么中国大陆该如何破解美国的这种打台湾牌的战略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美国所谓的强化战略模糊的有效性 是有一个重要前提的 那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要完全超越中国 所以只要中国大陆保持战略精力 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建设方面 加速赶超美国 那么拜登玩的这套把戏也就不值一提了 还有人讲台湾对美国来说地位太重要了 所以美军一定会泄露 其实美国是不是要武力干涉台海 对中国大陆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早就把美军武力干涉的因素考虑进去了 并为此做好了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准备 不管美国政府怎么玩战略模糊这一套 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 早已牢牢的掌握在了中国大陆的手里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